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 我身家上映 只有开滴滴 才能睡好觉 一起来听 前两天我赶早班机 于是预定了一部滴滴专车 早上七点来楼下接我 司机提前了二十分钟到达 但当我拿着行李走到楼下的时候 却没看到他 通常情况下 司机都会站在车外等待 或者看见有人拎着行李走过来 就会第一时间走出来打开车尾箱 我只好打电话给他 才发现司机原来睡着了 他赶紧走下车 不好意思地说 我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 起得有点早 我看他年纪比较大了 也表示理解 他大概五十多岁的样子 其貌不扬 但却十分健谈 我们一上车 他的话瑕疵就打开了 没想到 四十分钟的谈话 让我大开眼界 他住的地方 离我家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 我问他 这么远的距离 为什么要接单呢 他说 滴滴是自动派单 不接不行的 他开始抱怨滴滴的派单体系 有一次 他接到滴滴一张单 要他开车六十公里 去接一个客户 再开三十公里 送客户去目的地 他接到这张派单后 非常生气 因为这样的分派很不合理 他做完这单肯定会亏的 于是 他打电话给滴滴客服理论 客服不愿意重新调整 他无奈 只好放些狠话说 行 我去接 但是我亏损后 要去法院告你们 在他的强硬态度下 客服才同意和客户商量 重新叫车 听他这么一说 我们都表达对他的支持 的确 本来这么大年纪开车就很辛苦 也赚不到几个钱 怎么能让司机亏本做生意呢 他说 开车就当赚养车的钱 太累了 我就休息 打打麻将 喝喝茶 消遣时光 我心里想 这司机还挺想得开的 他突然轻描淡写地说 你们那个小区 我五年前 每平米五万五 卖掉了两套房子 他的话 让我大吃一惊 一分钟前 我还在为这位五十来岁 不辞辛苦开车赚钱的司机 打抱不平 没想到 他竟是个隐形富豪 更让人目瞪口呆的 还在后面 他说 我以前是做工程的 做工程师 根本没赚到钱 那时开发商 没钱付款 就拿房子 抵工程款 我不想要房子 我只想要钱 因为没钱 赚不动啊 但是 别人给房子 不带商量 我没办法 只能接收房子 就这样 他拿了一堆房子 工程总是拆东墙 补西墙 慢慢地 也做不下去了 他说 不做工程后 我把房子卖了 但是拿一堆钱 在手 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 我就把几千万 一次性投入 买了周边城市郊区 二十套房子 那时候啊 那些房子 没有人买 五千元一方 也无人问津 对方为了 拉拢我这个客户 于是给了一个 特殊政策 免我十年的 物业管理费 我当时觉得 便宜 条件也好 也没想那么多 就买了 我们下意识地认为 买了周边城市 郊区的那么多房子 至今还在开滴滴 是不是房子被套了 只听司机 慢悠悠地说 买了后 没想到那块地 竟被划给深圳了 结果 现在每平方 涨到了四万多 房价还在上升中 我的天 帮我们开车的 竟然是个亿万富翁 这可真是火九剑 这还不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在和他聊天的过程中 我得出了另一番的人生感悟 司机说 我以前拼命工作 没赚到钱 拿了房子 其实一点也不高兴 没有资金 就赚不动生意 结果 做不下去之后 房子越来越值钱了 他说起他的发家史 没有任何炫耀的意思 倒是他的一句话 揭示了他的真实状态 我都不知道这些钱 是怎么赚来 所以 事业的成功 永远离不开 努力和运气 这几个字 如果他年轻时 不做工程 他就不会拿到 用来抵债的房子 如果房子 这些年没有疯涨 他也不会发达 他并不知道 买卖房子会赚钱 他只知道 拿着现金不安全 他甚至不相信理财 一年有3%的收益 所以 这个司机又再一次 验证了这个观点 所有成功的企业和个体 都是时代的产物 在那个年代 只要和房地产 沾边的企业和个人 很少不成功的 同样道理 过去几年 乃至未来 所有和互联网相关的产业 也会有更大的机会 什么叫运气 运气 有时会从天而降 但前提条件是 你一直在局中 且没有停止步伐 我问司机 你那么有钱 为什么要开滴滴 他回答得很简单 因为没有事可以做啊 他离开了奋斗 几十年的行业后 就一直处于退休的状态 他现在50多岁了 对外界环境一无所知 也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 他说 没事做 连觉都睡不着 只有开滴滴 每天忙碌起来 才能睡得好觉 他的这段话 又让我不禁反思 很多人把追求财富 当作终生的目标 但却从没想过 人生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十九世纪作家 纪伯伦这样写道 生活的确是黑暗的 除非有了渴望 所有渴望是盲目的 除非有了知识 一切知识都是突然的 除非有了工作 所有工作都是空虚的 除非有了爱 所以无数的责任 都说过这样的话 做自己喜欢的 喜欢自己所做的 赚钱固然重要 但它只是实现 我们人生目标的 手段之一 它绝不是你人生的目的 每个人都应该找到 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就是发挥自己的特长 做喜欢的事 并从中获得人生的价值 如果这一点没有想清楚 即使拥有财富 你最终也难逃空虚的结局 在聊天过程中 我得知自己 有一个已经工作了的儿子 我开玩笑说 你这么多房子 够你儿子用咯 他却忍不住叹息说 那时拼命工作 没时间陪孩子 就想把钱留给孩子 后来才发现 自己这些观点 真的很落伍很白痴 现在孩子长大了 他也在创业 他不需要我的钱 再说 如果他们用的话 多少家产 也不够他败啊 他接着说 我这辈子 没为自己活过 我儿子总说 让我对自己好些 可我这把年纪了 吃好的怕酸高 出去玩又嫌累 唉 我们六十年代的人 没有花钱的习惯 想花 我都不知道怎么花 听他讲这番话 的确感到有点遗憾 我们中国做父母的 总想什么 都要替孩子考虑好 不舍得吃 不舍得穿 可这 真的是孩子想要的吗 林泽曲说过一句话 子若强欲我 要钱有何用 贤而多才 则损其质 子若不如我 留钱有何用 于而多才 亦增其过 每个人都应该 为自己而活 过精彩 有意义的一生 同时花更多的时间 在孩子的教育上 而不是忙碌了一辈子 到头来 却发现自己 为之奋斗一生的东西 却并不是想象中 那么重要 司机送我们到机场后 他说 我得空车回去 这一趟也没什么钱赚 不过 开开车 我就能睡个好觉 和他就此别过 感谢他给我们 上的这一堂课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每个人 都应该努力去寻找 自己的答案 读完了这篇故事 觉得 司机大哥 蛮悲哀的哦 赚了很多钱 但是却不知道怎么花 这一辈子 可能都在为别人而活 人的一生时间很悠閒 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 不要让别人左右 自己内心的声音 最重要的 勇敢地追随 自己的心灵和直觉 做你喜欢做的事 什么时候都不会玩 听过了以后 你也有很多的感悟 对吧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 和我们共同分享 很期待和你的相遇 感谢观看 等会